Lun Sang 体操作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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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朋友想看 好了,先多謝 有兩個兄弟 三個兄弟 分享 一個比較多人看看平台 就是Toys TV 好,這樣吧 歡迎各位 四位朋友 嗨,Ben 嗨,Char Ting 因為 很多朋友說明這個節目 叫玩具堂 我們就說玩具市場消息 用廣東話 所以如果 英國觀眾 請大家 請多多多 我們不會用英國 在這個節目 因為 我們只是想分享 香港市場 香港菜市場 好了,沒錯 今天就說了 終於要對現 說一些玩具市場消息 其實 這個節目的靈感 都是來自 蕭若元先生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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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位蕭先生 他的節目 當然差點共地 他能夠做到的事 和我做到的事是差很遠的 但節目一定要短 不能太長 通常頂多20分鐘 現在9點36分 是Live 遲些會出一些假Live 即是先拍了 但會選擇更好的時間 播放 9點幾 大家可能在吃飯 回家 很少坐頂頂在家 除非是喜歡玩具 那些朋友 9點36分 我記住 55分要結束 由於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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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志強 TACHI CHANG 講玩具消息 如果看到的題目 HELLO 大俠也在 就是 玩具堂 玩具市場消息 叫做第一集 以後不講集數 可能經常都出 只會有提摩選數 排隊買HT HT是什麼 大家知道 HOT TOY 最近 很多人討論 因為有些私下 WhatsApp Group 有些小的 師兄 不斷在談論 排隊的問題 我自己也有去 因為我都會訂 訂 開胎 開胎是漂亮的 還有小弟的工作 都會訂一些開胎的產品 其實是買的 我不會說 你們都會看到 看到的 所以如果在HOT TOY 看到我去 有時候拿得比較多的 其實 我一次過拿 那 那 就 就理解了 我不說太多自己的事情 先說回 你的消息 其實什麼消息呢 我知道很多朋友 喜歡 或者是一個風氣 喜歡剝花身的 但是我不是剝花身的 我希望不是 就是 又是一些新聞 又是一些消息 我自己知道的 但是我盡量都是用一個 希望 中立一點的態度去看 這件事 不是想去 影響其他人 或者是 做一些負面的影響到 其他相關的事情 或者是 產品 人一定是不會對人的 對事不對人 這個 真的要很小心去處理 那 開場白說了一點 那 已經用了 原來不是很少 原來是 兩分鐘 三分鐘 好了 Hello Michael Hello SP 會用英文 sorry 廣東話 有很多 其實欠了大家很多東西 來什麼呢 這些節目 就會方便 所以今天 不會有 玩具看的 是不會有的 是不會有的 是不會有玩具看的 是不會有的 是不會有玩具看的 是不會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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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都是 不會有玩具看的 是不會有的 是 那 看看這些算數了 好 那說正題的話 我分享幾天了 很開心 通常我做個人Live 都是只有 這個數字也算多了 有時候 有時候去到一些 場合是 做新聞 現場報道 那些也有的 當然 現在 其實 玩具看的直播 或者新聞報道 其實越來越 開始 成熟一點 我覺得 我們自己成熟一點 觀眾也 熟習了 開始越來越上跪 這個是很開心的 幾年來的 是沒有白費 那 方先生又一下 背景反映了 因為我用過自拍那個 所以是760 因為我們是講故事 或者是講新聞 所以不用這麼英俊 多謝Leo 昨晚也來支持 那就是 其實 很有趣的 風氣就是 大家都喜歡上網看 youtube facebook 我女兒也會上很多youtube 真的 一個老人家來說 其實不是太明白的 但是 因為工作關係 我就要參與這個工作 好 那說一下 HOTY的問題 不是問題 是HOTY的事情 天天很多師兄 要在店裡排隊 這個是大家見到 有談論的 我是HIGH ANGEL的事情 以我理解 當然一些不能夠證實 或者不能夠肯定 也不會說的 或者一些是 confidential 也不會說的 我講過 我一年前已經看了 FINALS的樣子 為什麼當然不說 但是我看了 因為行內的需要看了 那我就不會說 其實我覺得 FINALS的格子 就是非常棒的 所以如果當時 你兩隻FINALS 選一款 你當然是選後者 但是 第一款 第一款的好處 好 那說回HENRY 那說回 很多師兄 都有點 辛苦 因為我真的 走到樓梯上 就 有一股味 大家師兄 那些 毛腹血汗 那些 男人汗耳蒙 或者可能也有女人汗耳蒙 在這裏流傳 那 就是 不知道什麼時候 但是留了一條走廊 所以比較焗 那 其實就 不太適合排隊 因為是走火的通道 那當然 我理解一下 我不是想 我絕對不會投訴 腐皮 我不會的 不過我講 是辛苦大家 但是為什麼每天都這麼多人排 那 氣慾來了 那 以我所知 以我所知 其實在外國 或者內地的代理 法國是大量撼單 或者是折單 提早折單 報不足零售商的數 甚至 以我理解 在內地 其實好像沒有批發 好像沒有批發 就算有都是 某些款 有些款是沒有批發的 信不信 有得大家 我聽回來 可靠消息 如果撼單的話 或者是沒有批發的話 就自然有需求 所以 你會看到很多人 是 就是 你看到一些崩崩 不同的人士 會排隊 我先說明 我絕對不會覺得 印尼朋友 福利賓朋友 或者內地的朋友 他來訂購 有問題 我不覺得有問題 無論他有什麼目標 他來訂購 買東西 正常 一個正常的消費主義社會 不是資本主義 沒有資本主義 共產主義 我只覺得 一個消費主義社會 過來買東西 那麼 很多 就是 大到來 總之他都說了 或者他買了 可能是轉手給 一些朋友 或者是他自己 相關的 網絡 所以 會這麼多人排 當然 本地的師兄 或者 粉絲 都會排隊買 這是我知道的消息 或者資料 所以 外國 香港行家 想問外國朋友 沒有貨的 內地的行家 問香港行家 也沒有貨 只能夠 如果想快 想叫做第一時間 甚至叫做 Exclusive版本 就只有來排隊 但當然 希望我能夠 給大家一些提示 很多康泰的限量版 其實在其他地方 或者沒有其他牌子的限量版 都不會在每一個地方的限量 就是說 我同一隻限量版 我們叫做會場限量版 就是在上海 在泰國 在曼谷 在東京 在香港 或者在紐約 其實我都會同時供應過限量版的 這個 其實都對 正常 因為我自己也是業內人 你再商延商 你做多一個這麼好的產品 其實你當然想賣多少少少 所以 所以他賣多一點 是理解的 所以也沒有可能 只是做給你一個地方 幾百隻 那我就完蛋了 你想想 其實背後的授權費 或者他們 承認了 對Licenser的數量 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所以 絕對不明白 所以我昨晚說 為什麼復仇者這麼好看 為什麼 我們用二百元也不需要 看到這麼好的戲 就是因為很多人看 很多人看 很多人看到一些很昂貴的東西 很昂貴的東西 我們都能夠去欣賞 所以其實 所以 一定要大量的 所以如果市民 或者人民 或者普通人 觀眾受眾 想看到好的東西 買到好的東西 那些東西一定是量產的 一定是量產的 好的東西如果又便宜 是便宜 買到的 一定是大量生產的 如果好的東西 又有很少量的 一定是很貴的 這個原則 我自己的 我自己認為 但是 再商言商 我是用這個想法去想事情的 所以 大部分商家都是這樣想的 就是你不會有一件事 很昂貴做出來 又少量又便宜 這樣就沒有人會做這件事了 如果有人不小心 或者傻傻地 或者有一片善心做出這件事 其實到之後的 aftermarket 二手市場都會炒高的 所以看到一些高手做的事情 一定會貴的 他買得很貴 他很正的 對的 例如有些頭雕 自己相識 自分雲 德國灣那些 其實幾千塊 其實便宜 高手 如果我做過明星頭 是沒有出過的 即是貼了法 那些 其實一萬塊 可能是值的 所以呢 就 一定會貴那些 不會便宜 所以如果 當廠商限量的話 其實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即是供求問題來的 所以 所以有理性的廠商一定是去 要回高點的價錢 這個很理解 所以你不可以去期望 那件事又便宜 又限量又正 是不會出現的 除非你真的這麼幸運 第一個人去拿到那件事 然後你也會高價賣出去 好了 那說回這個題目 所以我理解 其實有很多原因 令到一個牌子 出限量版 但是呢 我個人見解 我個人見解一下 其實有關方面 是不需要聽的 不需要參考的 所以我覺得 可以考慮幾個點同時開雨頂 就會舒緩了排隊的那種 那種不舒服 即是客人也好 你不要管他在哪裡來 總之其實他也是客人 即是 即是 除非你覺得不是客人 你就一早就排除他 那就適合了 因為我不招呼什麼人 不招呼什麼人 那就搞定了 但是如果你當你要打開門 那你又要人人平等的話 那其實就 可以考慮 即是 多店一起去 去開店 那就肯定不會排隊的了 那反過來 你會想 那些炒家 其實不是炒家 即是那些 有目的 有特定目的 而不是為收藏而來的朋友買的話 他見到這樣 他可能要分散兵力了 那也是少了人來的 他會想 會不會不值錢呢 那這個呢 就可以解決到一個問題 因為 其實買的那個人 永遠不會知道廠商做多少 除非他公佈 除非他公佈 但你都不會知道 他今天賣了五百隻 他之後在別的地方賣幾百隻 對不對 那所以 這樣的話 其實那個購買 Hileo 就不會那麼激動的 那當然 我理解的 如果你有一個氣氛 是很正的 即是 排隊你買都很開心 譬如你喝珍珠奶茶 沒有人排在檔裡 你不排的 不喝的 你要排在檔裡 你才喝的 那是好吃的 吃東西也是的 那些女性的 女性的智慧就是 那裡是 Hello Walker Hello德哥 那些智慧就是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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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人吃到一定是好的 所以這個呢 其實是Marketing來的 你 這裏看你有沒有互動 那所以呢 它是一個Marketing的 東西來的 那我們的參與當中 有些人不是說做小的 那我其實就覺得 Hello Mark 不是做不做小的問題 只是你願意買 你願意買 他開了出來買 他又沒有逼你去買 對不對 那所以呢 如果 如果你覺得 其實 我坦白說 我買了 我去巴律店轉買 嗯 但我不會 我不會叫自己炒價 因為 其實我再講一個消息 就是 其實香港 基本上 這隻產品 其實是沒有了批發的 以我所知 可能真的沒有了批發的 所以其實 很多零售商 都是要去排隊買的 其實這個情況 發生過 大家師兄 很多都去玩 其實全部都要買 是自己買的 什麼? 出於貨 對於出貨 對於出貨 會同一時間 出雙倍數量 我不是很明白 不過不要緊 現在有機會 你可以再打清楚 我可能 我的智商有點 一般 不是很明白 所以呢 那邊 所以沒有零售商有貨 零售商買的 全部都是 在店裡購買的 這個其實也存在到很久的現象 那為什麼零售商 仍然去做呢?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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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t toy 產品 有 Aftermarket 價錢 所以 他們都願意去買 其實 一定是 零售商有個風險 其實他又要做事 所以他也會 衡量 那種有沒有賣 如果貨物是大量到爆 大家就倒價了 如果是少量的話 少量的話 就會這樣 所以 這個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一定是這樣 就是供求 就是靠差 就是 就是 我猜他 我猜他 說同一時間 出貨 其實訂貨 我覺得也應該的 就是 甚至 其實現在 他有三間店 三間店 一起做 就不錯 那 我也說 這是一個 Marketing 其實 希腎的表演 是不是結束 完了 別去想 其實 所有希腎訂的貨 好像大部分的貨 大部分 都可以在Hot toy訂 自己的店 本店裡訂 我知道 分店就沒有了 但是 好像有些款式是沒有了 所以 那段時間 有些人都要很辛苦 或者師兄師 什麼都好 師姐 師妹 師弟 都要去同彎排隊 所以 沒有辦法 其實零售商業 要去排隊 有目的而來 你說炒家 也會來排隊 甚至 外地來的朋友 托人來排隊 也有 愛國運來香港 為什麼不可以 我理解 那邊也會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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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有 講到剪輯 多謝師兄提醒我 其實我還有一個 因為 說明 55分就完 只剩下4分鐘 大家珍惜你 有問題 很快點問 就是 其實幾年前 如果大家比較煽亡 香港人是很煽亡的 其實 有一段時間 Hotalk Lite 比較多貨物 充積了在市場 那貨物流來流去 其實最終 影響了市場 價格 其實收藏家不開心 那些東西跌了價 這是正常 升了價格一定會開心 也是這樣 對的 你沒理由說 那些東西買了跌價 我又不太相信 一次是這樣 沒問題 一次是這樣 你會覺得 我自己為何要這麼早買呢 所以 那段時間很多貨物流來流去 其實 搞到Hotai的產品 價格是 跌得很嚴重的 除了一些個別產品 不受歡迎 或者做得不好之外 其實是少 基本上不會跌的 是少跌的 所以其實 其實是好事 但是 那段時間 又太多 為什麼呢 以我理解 就是 很多零售商 當時錯估了 需求 即是高估了 回來 課多了 寧願 排隊 吹水 也好 寧願 入多了貨 自然就要 價賣 因為市場需求不大 所以其實 對的 我覺得Hotai 其實他有考慮過的原因 就是 當你零售商盲股 盲股的需求 那時候 因為其實 雖然預訂說 現在成為了市場上 一個比較明顯的方式 去做生意 但是 有很多公司 都不是去預訂的 都是買現貨回來 等別人 impulse buying 那現在呢 就 就是 他們要估 但是估錯了 其實就算你有大數據 都會估錯的 舉個例子 我估計《Star Wars》第七集 是白了瘋的 那我也進了很多《Star Wars》的課 都蝕了 都糟糕 其實是一起蝕的 所以 當量大了一會兒 我不是自己的Hotai 在《Star Wars》 其實 普遍性的《Star Wars》產品 第七集之後 都是差了 那所以呢 如果 你作品牌子 有公司管理人 你是不願意看到 自己的產品 就算我當時 買多了 其實最後 最後 可能是賺多了錢 做多了貨 但是其實影響了我們牌子 其實我想 很多 就是 我想 一部分的理性商人 都不想這樣 就是 他寧願我買少一點 那些東西 是有質量的 好的 有人不買的 市價會升的 那是好事來的 看到很多collectable 都是這樣 《Star Wars》 我遲些跟你說 好 希望我今晚回答到你 那 節目不要說 好像很硬 因為我在說別人 又沒有說自己 沒有拉在一起 不好意思 我遲些回答你 好 所以 其實 這件事不好 貨物價跌了 牌子的感覺不好 市場觀感又不好 零售商又撞板 所以 現在Hot Toi 在這麼厲害的 復仇者4的情況下 他用這個措施 我自己覺得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因為他 他拿回那個 那個 萬古落單的數量 或者因為 風氣太happy了 太輕合合了 那個 叫做過度緊張熱切的氣氛 按下 不要等到 突然出多了火 其實受害的 不單止是零售商 其實Hot Toi是受害的 會比較大 就是品牌 哇!這些東西這麼厲害 就是 其實 理性地合理 我購買 我購買 他們的決定 當然 隱身的問題 或者之後的事情 其實他們猜不到 或者猜到 或者還沒猜到 或者是 要調整 去想的措施出來 去改善 但是 其實很多市場 他們猜不到 其實猜到大朗已經很厲害 他們也很厲害 那麼 猜到 就知道 不要太順利了 每個人都給了一些 代理商 不斷亂按進去 然後進去大了 他又以為真的很好賣 到時候來 多了一塊 見到市場下跌 或者影響了 每個人的劈價 其實有些甚至 甚至走路 即是 我爆煲 那我就 我就是 那間公司 如果破產 那麼 那你怎麼搞呢 那貨就沒有人要 對不對 變成可能 那些貨到後來 都會積在生產商本身上 所以我覺得這個做法 我完全理解 就是 按下過度興奮的市場氣氛 就是 是好事 因為他不出手 誰出手呢 代理不會有貨 當然是賣的 對不對 好賣多賣 明明我買一隻 打算玩 不是 有得炒 我也買多一隻 心態就是 所以 很正常 所以其實在這件事裡 我就不鼓勵大家 罵來罵去 或者 即是 即是 大家都有責任 還有很多東西 其實 廠商 甚至零售商 他都想不到 所以都說 樓梯這麼熱 這麼辛苦 其實 你可以不排除 其實應該可以遲一點 排除 不過當然 那些不是頭單 像頭淡湯 像頭豬香 那就是 真的 他派貨的時間 比較長 因為理解 這麼多貨要出 他出不完 但有很多原因 他會分段出 這個 我知道為什麼 剛才和我剛剛分享 就不要在這裏 做這件事很複雜 搞到 很多問題 不是的 簡直說 其實就是 道道的 代理 都收窄了供應 或者是經過總公司的協調之下 收窄了供應 所以很少 但是呢 市場仍然是這麼瘋狂 於是 仍然是要來訂 所以 遲些會不會多些貨出來 不知道 回答你不到 比如有些 像Iman一樣 其實一直都吸收 吸收 吸收 好了 我先看看 那些 comments 太多了 我回答不了 不買 不用排 是對的 其實 collectable 是collectable 不是 它操控你 是你去選擇 請問哪款 剪了訂 我記得 好像 最早出在 Heysen 開始pop store 有兩款 說到明 是在 Heysen才能訂 我只知道這麼多 我其他不敢說 而且 不代表 一些相關公司的立場 純粹個人 記得 過兩個月 誰是Tony 呃 這個 一半一半 其實現在的新聞 是過得很快的 Lio 其實是對的 什麼都很快 要蓋貨 蓋貨 潮流 但是Tony Stark 這個角色 真的在這十幾年造就 整個氣氛很好 整個Marvel 的崛起 都是 Tony Stark 居公自衛 所以 這個角色 所以 我想 不會像 Classic 好像我們的 詹姆斯邦 或者 Emma Jones 50 85 應該是 是 是 不是 收貨 慢 所以 負 這個 不回答你 市奇產 這不是我講的問題 我已經預料了 就是 我懂得如何應對這些事 那些人 我先說一下 你怎麼看 我時間夠了 不好意思 巴士27個人 又不訂 為什麼 巴士27就是 剛剛的 非常好 巴士27就是當時市場 氣氛差 很多 多了 客廳貨 其實貨是好的 質量沒有關係 跟質量沒有關係 多了貨出來 因為沒有人想去訂 所以這可能是一間公司 做的措施 有哪間公司的貨 不想別人訂 但是 如果你整個市場都是貨 大家為什麼要去訂 所以 那段時間就沒有人訂 所以 為什麼炒得這麼貴 因為少人訂 簽席年好一點 這些是你個人見智 Hero 為什麼 那些人整天叫Rewind 因為那些人買不到 或者他覺得炒價太貴 不買就叫Rewind 那沒什麼的 那Rewind就看廠 以及看需求 其實都公道的 整件事 有人願打 有人願來 或者有人願買 有人願買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 MAR47的Point 多好就說了 MAR50和FOR 怎麼看 即是Re-EASU 市場真的有很大的需求 可能一間公司 他一定有些大數據 他知道這些貨 是下了代理商 或者批轄商 是真的賣走了 而代理商 和理商 他告訴他 很多客人仍然在問 那這些消息 會由經過代理商 零售商 傳回到製造商 那製造商 就覺得已經有很多這些訊息 那他們可以再重新訪問一次 不是訪問一次 就是問一次 那製造商 你發覺真的有共同的需求 那就會Re-EASU 那這個做法 比較穩陣 這也是以前傳統的做法 因為我要在電話 才看到那個 那個訊息 因為全部移動了 有些 3、4之前活必會 立福壽者4是很明顯的 帶給整個市場 多了一種新的能量 有多人買玩具的 好了,我盡量回答 好了,當然有些問我公司的問題 問我自己的問題 我這裡當然不會回答你,傻子來的 那... 開的LIFE都預算了 我當然要保持一個 謙卑的心 其實我不是謙卑 但我要謙卑 正確的做事 盡量以和為歸 或者做好自己 自己一定有些問題做得不好 所以 其實一樣 扔石 有些人說要扔石 有些人做了壞事扔石 有位很偉大的人物就出來說 你們都沒有罪 你們就扔了 那些人全部四散 相信很多有智慧的朋友 或者看得到書多的朋友都知道我講了什麼故事 所以 我也覺得自己也有罪 我就不敢扔那個人 但問題是,就算你覺得自己沒有罪 你扔那個人做什麼呢? 有時候有些事情是否 你去審判別人呢?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我自己做壞事扔的原因 就是我不會出來審判 或者審判別人 反過來我們就不想這個氣氛 即是你審我我審你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什麼事 好笑的,我眼見的那些 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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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大家原來都沒有關係的 所以其實在玩具市場裏面都出現這個問題 我就覺得不太好 不過我還是說回市場消息就算了 我盡量集中在學聰明了 學聰明了 很多Youtuber或者一些厲害的人 學習的東西 所以今天講的題目已經到了 多謝大家收看 想不到這麼多人看 會繼續有的 會繼續改善 小心處理這些字幕 是的,很小心的 有很多地雷 小人敢做的 但不是我大膽 總之我覺得是有些對的事情 我會做 我會做好自己的本分 我的公司,我的生意 我都努力在做的 我不是出來做Live做影片 我就不理自己公司的事情 很多事情都在做,有公司能幫忙 人無完美 我做得有不好的地方 我會認錯努力去解決問題 但有時候要有些時間 是的,多謝各位收看 因為時間已經過了二十多分鐘 我真的要CUT了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繼續留意我們TV 以及我這個玩具堂的節目 這是新聞消息 還有兩款 一款是什麼呢? 我自己心想要開箱 另外就是 就是一些技術性的問題 例如 怎樣做玩具 當然我不是專家 你說專家就好 總之我會跟大家用一個 深入淺足的方法 講一下一些玩具 一些製作的方式 讓大家覺得 我買一件玩具 原來沒那麼貴的 原來這裡做了那麼多功夫 原來畫Fedito要幾萬元 真的幾萬元 當然我是很精細的 你畫一把槍 就不需要幾千元 但是也是幾千元 你說的頭雕是過萬的 這些我會遲用大家 有機會慢慢分享 分享我自己的知識 多謝各位收看 趁好就收了 還有七十幾人看 看不到我的師兄 或者看完整一點 就上YouTube或者Facebook 記得學到東西了 喜歡的話 請給我一個Like 在YouTube上 也會剪出來 TwistTV的YouTube平台 喜歡的話 訂閱我們 按讚我們 有意見的也可以給我們 當然 很構思的 對的意見 不要有意見 大家明白 整個網上 都是充滿負皮 負能量 明白 大家 好 希望大家開心心 繼續收看我們的節目 開開心心 不玩玩玩具 不是精品 都是開開心心 不玩玩玩具 謝謝 拜拜